主料,橄榄肉碎四季豆,159克,有机大米100克,辅量,橄榄油,虾米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食材,有机大米和橄榄肉碎四季豆,请楼吃生打包的,将有机大米洗净,放入电饭包中,倒入适量的浑水,盖盖,浸泡30分钟,通电,自动断电, 不要立即揭盖,再满15分钟,揭盖,这时的米粒就非常棒了,热火,放入写净的虾米,倒入适量的橄榄油,包香虾米出味,放入米饭,炒匀,放入橄榄肉碎四季豆,炒匀,倒入适量的生抽,炒匀,即可关火,盛入碗中,上桌后就可美美享用了,吸吸,烹饪技巧,吃四季豆的时候 最后要注意,大锅烹煮十分钟才熟透,以赋长者不宜多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